可悲 第六題就不說了 其實類似的 不過你問我 其實我覺得這裡勉強可以給你一分 因為它的數字六分這麼多 你寫到這一步 我覺得其實可以給你一分 沒有給 勉強可以給你一分 勉強 真的要勉強 其實是怎麼做呢 我們說見到tangent就增 所以就會把tangent變成為sine alpha cos 所以寫成這樣 你藍色一步就類似是這樣 我們就會留意到 等好的兩邊有common factor sine theta 所以我們就會把common factor 就是sine theta 就是寫去等於0 或者呢 就是cancel了cosine theta 只有那條色會是怎樣 就是這樣 OK 你解決環境 等好兩邊有common factor 我們就寫去等於0 你寫完去等於0之後 就可以cancel了common factor 就寫另外那條色 所以這條就已經可以計 完完之後另外那條 就再做一做 cosine theta就會等於-1 over root2 那所以這條又不是自己做 那我不做下去了 可以嗎 可以 OK 還有你是想我講哪幾題 還是就是- 就是Long Quack 是不是就是5 6 7 是啊 那我講完5 6的了 我叫做 OK啊 就是我想我不用計算下去了 其實 計算下去那裡你應該懂的 而這條呢其實你是做得好的 其實你是差1分而已 他4分的嘛 你拿3分了嘛 那他就圈了你的180 為什麼呢 你cosine theta等於1 其實是沒有180的 是啊 cosine theta等於1 好了 那我當cosine是正 那就是14 那這個就是alpha 那這個就是alpha 而alpha其實就是 rcosine1 rcosine1其實是0度 是啊 那所以第一隻就是alpha 第二隻就是360度 就減那隻alpha 所以那就是 那就是 這個答案 那就是0到360 何來會有180呢 所以你寫多了這個 你不寫多這個 你就多了4分 就是多了1分 就用全數目了 4分 哦 差一點 OK 那這個cosine graph呢 你沒有半 就沒辦法了 cosine graph其實是個v字來的嘛 多少倍啊 cosine graph其實是個v字來的嘛 如果是0去到360 所以就應該是A 這個是要背圖的 這個我看你就是代數了 是不是 但是你代了多少個數 我代了一個 其實就叫了你代兩個 不是 我是FETA 代了70多元 好 幸好你代70 我只可以說 如果你代30或者什麼就可能答錯了 我那天跟你玩這個Chris的時間就跟你說 他給你的是0去到90 FETA是0去到90 我說每一個Quadron其實是要代兩個數 那一半就是45 我說要代兩個 每一個Quadron就要代兩個 前一半就代一個數 後一半就代另一個數 所以你應該是代20和70的 OK 算你運氣了 真的 算你運氣 代對數 好 恭喜 而你第三題也是奇怪的 你寫XY為什麼一個X你寫87 Y寫160 你真的這樣代嗎 也是 也是奇怪的 我幫你這裡不說了 但是對 什麼 但是對 就是這麼巧 你可以說也是 不過這些 其實這些 其實是要看圖的 看Graph的 或者代數的 但是代數真的最好就是 代多幾個數 你想代數的話 其實是要看圖的 OK 這題也是 其實這題你應該是代兩個數的 代20和70 應該就是 是的 你這題也是正負10 這題是正負10 所以你這些是 反而這些難的 你都對 非常好 是的 喂 第九題 是不明不白 我跟你說 用什麼做 你想想 我們溫書的時候有說的 這題 用什麼做 這題是一條 這題是一條 幾乎 哇 全都給你答案 你還跑去計這麼傻 是的 答案就是 左減右 你懂得說 還要錯 是不是 計完出來還要錯 真的 其實就是第10題 剛才就是第10題 和第11題 不是就是你第6題 是嗎 剛才第6題 是 不是 第5題 第5題 其實就是這一題 你這兩條MC 所以你做不到 其實就是這樣的 其實這兩題 比第5題 為什麼 因為這兩題已經 factorize 賣給我們的了 這兩題已經 factorize 賣給我們的了 當然我們是要留意 右邊等不等於0 右邊沒有音 我們就等於0 所以你就是 第一個factor等於0 或者 第二個factor等於0 第11題 所以第一個factor 等於0 李老師 打錯字了 為什麼這個是x 然後第二個factor等於0 然後這樣就做下去 可以嗎 是啊 OK 那這裡我不再做下去了 嗯 之後 其實第12就 OK 哦 那第12題 其實你做得OK的 第12題其實你做得OK的 怎麼說呢 你這個是對的 你這個是對的 只不過其實呢 你上面那一行已經錯了 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是減1 來的 應該是 side square factor 減1 你看 所以你再做下去 你這裡錯了 不過不要緊 所以其實應該是 side square factor 等於正負1 等於1 所以side theta 等於正負1 OK 所以其實這裡是有三條式的 分別就是side theta 等於0 side theta 等於正負1 和side theta 等於負1 之後你就慢慢做下去了 行不行 行行 那這份cris講完了 OK 對嗎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正在更新 等等先 很尷尬 怎麼可以關掉呢 關不了 好 不要理會了 等等先 其實呢 我當然會跟學校那個進度 就跟你說 你說是不是simultaneous equations 說到圖那裏 是 好悶啊 我跟學校有做過一本 power pack 不是 他有份booklet 是全部都是講電話 然後我就 操一份東西 哦 即是老師給你們的 是 其實 做過一些好過 其實你說圖 尤其是圖那裏 出MC的 是 是 那如果是 我正在迫回記憶 OK 如果是不如跟你說下一課 好 即是linear inequality 那裏就更重要 說真的 linear inequality 是啊 因為那裏呢 其實是 公開市是出得比較多的 聽到就出 就是第一課 聽不到 即是第一課都少的 你現在教的那一課 是啊 你現在教的那一課 其實不算出得多的 很多時候是一條MC 哦 或者有時候他會 如果摸一包 Portrait equation那裏呢 其實他有時候會在其他項目 即是cross topic 這樣出的 而如果是的話呢 有時候會比較難的 我們叫做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我們不是說 其實去到其他項目 到時候教的 你可能會遇回他們 那不如到時候我們才講 就是現在你教的那些呢 其實就不應該講那麽久的 OK 不如我們現在講這一課 Linear inequality 或者In one unknown 你說的是吧 好了 其實呢 你中三有學過了 是不是 OK 那現在我們高中學 但是衰些說 你今年你會遇到的 Linear inequality 是比中三那些更加容易的 OK 正常是更加容易 只不過他加多一點點東西 就是compound compound linear inequality OK 那意思是什麼呢 多過一條 多過一條 那他這裡講 就是connected by n OK 而另外還有一個 connected by all OK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到時候 你做個題目的時間 你要留意 其實它是compound 的linear inequality 其實它是and 還是all 這個很重要的 OK 很重要的 就是你看錯呢 就不用做了 而做MC的話 你看得對 你認得到的話 不做都可能可以 一至兩個答案的 OK 那這裡你又要記了 OK 那這裡呢 我們就講一講了 這裡中三都有的 就是graphically graphically 好了 那現在我直接 講給你聽 就是怎樣 如果and的話 我們先畫圖 先畫圖 圖的時間 我們是會用 兩隻不同的顏色筆 或者兩隻不同的pattern 去游那個範圍 那你可能不知道我講什麼 好了 第一題 你正在問號 不要緊 第一題 其實我應該要記住2和6的 哦 那些什麼箭咀 對 對 對 因為第一題 他跟2和6有關 OK 順便跟你提到你中三的東西 哦 2的那個 他似乎的箭咀 似乎是指向右邊 是不是 是啊 好了 而你留意 他是有等於的 所以他是實心的 還記不記得這件事 有 記得 OK 好了 就這樣 那我剛剛講完 如果他是N的話 我們是用兩隻不同的顏色 或者不同的pattern去游它的範圍 好了 X大過等於2 是不是應該我現在畫的這個範圍 是 好了 然後我就畫X小過6 OK X小過6 似乎是這樣的 而他是空心的 因為那個不等好是沒有等於的 哦 OK 好了 然後我就用另外一隻顏色筆 或者另外一個pattern去游它的範圍 可以嗎 可以 好了 而N N和O比較的話 N是不是嚴謹一點點 是啊 因為兩個都要有 我才拿 好了 所以答案在哪裡 答案就是 這兩隻顏色重疊的位置 所以就是這裡 OK 可以嗎 可以 好了 其實可以 是不是 其實這樣講 其實第一題 它的寫法 是不是那麼正確的 其實第一題 這個範圍應該可以化減成為 X大過等於2 和小過6 是between的 夾住了 OK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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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你要記一記了 那記什麼呢 原來好像第一和第二題的 這一些這樣的範圍 其實是between的 between某兩個數 譬如第一題是between2和6 第二題是between-3和1 OK 那當然了 其實就是有inclusive 有exclusive的 還記得什麼叫inclusive exclusive 就是講不得好有沒有等 有沒有等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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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不包那個2啊 包不包那個6啊 這樣的意思 比如第一題 就看到包2不包6 是啊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 我們就不講第二題 我們講第三題 不要講四了好嗎 其實三和四是一樣的 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哦 第三題呢 你有沒有留意過不等好的方向是一樣的 這兩個方向是一樣的 哦 其實第四題都是一樣的 這兩個方向是一樣的 那又會是怎樣呢 而其實第一第二題呢 那兩個方向是不同的 看到嗎 是的 第一題 那兩個不等好方向是不同的 第二題 其實那兩個方向也是不同的 它只不過寫到好像一樣 其實它是細緻大的寫 其實它的方向是不同的 第一個是x大個等於-3 第二個是x小個等於1 那方向就不同了 好了 那我們去看看 究竟第四題會是怎樣 第四題會是怎樣 OK 第四題我是不是應該記住兩個數 那兩個數分別就是-4和-1 是啊 好了 之後 那我就可能畫了一個-4 我小個等於-4 那就實心了是不是 是啊 然後我用粉紅色去游去這個範圍 因為-N 我們應該要用兩個不同的顏色 去游它們的各自範圍 好了 然後我就畫那個x小個-1 OK 就空心了 好了 那所以呢 而這個範圍應該是這樣的 對不對 是啊 不變的就是什麼呢 我們取的那個範圍呢 其實就是兩個範圍重疊的地方 那所以原來那個答案 應該就是x小個等於-4 哦 就是圖裏面的這一塊位置 才是它們兩個顏色 或者兩個圖片重疊的位置 OK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記住那個畫圖你是要認識 記住那個畫圖你是要認識 可以嗎 可以 OK 好 好 嘩 不用那麼害怕 不用那麼害怕 其實這裡和你中三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看看第11題 你中三第一次學圓圓圓的嘛 是啊 是啊 我想說的就是 譬如第11題呢 其實這個寫法就是and 第12題 這個寫法就是and 好嗎 好嗎 可以 OK 有時候它寫了and給你看 當然它 那但是其實 它那個畫圖圖那個呢 其實就是simultaneous equations 那就是and 甚至乎 好像第15 第16題這樣 其實它都是and的意思來的 那這裡講的有三種 我們每一種做一條好嗎 好啊 我們譬如可能做 嘩 90不用做了 好了 我們做第16題 我們做第16題先 那其實就分開來做的 其實我們可能會這樣寫的 2x加3 小個等於-11 然後就and 第2條 4x加17 小個等於1 那我們就逐條逐條做的 你不如做左手邊的一條給我看 嘩 左手邊 對 對 右手邊 對 sau 對 其實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跟中三一點 我想是黑吊個符 還是不知道 這 總之你要記住 你要問題 你應付合適合的話 數值要對 不等很多要對 Fu7 x 大於Fu7 x大於Fu7 怎麽會大副 小一個 你記不記得什麽情況下不等好才會倒轉 兩邊都副好 不是不是 你有做成或者有做除負數 有做成或者有做除負數 哦 OK 那你知道為什麽 其實不等好是不會動沒有 明白 所以第一個是不是X小過負7 是啊 好了第二個呢 X小過負4 X小過等於負4 是啊 其實我有個方法不知道教不教你好 有個方法是可以按計數機 其實是可以做解決環境 所以都是可以解決環境的 我不知道教不教你好 其實以前講過一個類似的方法 就是用compact mode做simplify 記不記得 哦 哦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那不過 第三個題其實不用用到它這麽麻煩的 OK 好了 喂別著 其實這都未做完的 未做完的 因為其實我們說 這個怎樣都有得化解的 有得化解 要不就寫成為between 要不就兩條變一條 那現在這兩條式的不等好方向是否一樣 是啊 那所以應該兩條變一條的 你明不明白兩條變一條 我 剛才做頭四題記得嗎 記得 一二題就是between 三四題就是兩條變一條 那你覺得應該要前面那條還是後面那條 後面那條 對 對 你是真的知道還是怎樣 等於 不是 沒關係 不是 其實是因為畫圖的話 咦 其實不對 不是前面那條 應該是右邊那條 對 不是右邊 對不起 左邊那條 這裡是負七 這裡是負十 哦 那如果未搞一點不要緊的 那你就下下畫圖了 沒所謂的 浪費了一點時間 又沒有人叫你畫得很漂亮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這個是實身的 好了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用兩個不同的顏色去游 他們的範圍 是啊 而重疊的地方才要 那重疊的地方就應該在這裡 都是負七的 所以就是左邊那條色 哦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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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啊 好 其實就十三十四我們都不做了 我們就做十六 好嗎 做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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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其實十五呢 他這樣寫 其實可以分拆成為兩條 正義 懂不懂拆成為這樣 懂 懂 好 你試試做第一條給我看 是 八小個 X 不是 X小個 X小個8 嗯 那麼清楚 不是 8小個X 如果你什麼都不動的話 是不是應該是 8小個X 是啊 但我們通常不會這樣寫的 我們通常會這樣寫 X大個8 對了 我們通常會這樣寫 好了 那右手哪一條呢 右手哪一條 X小個等於7 好了 X小個等於7 OK 好了 這條是特別的 這條是特別的 特別在於什麼呢 那就說吧 這兩條色的不等科是否不同 是啊 那所以似乎就不應該是 好像剛才講的 就兩條變一條了 是啊 是啊 我們是不是可能會估它是 中間 是啊 是不是 剛才我們做過頭兩題的時間 如果那兩條 正確不等很不同的話 其實是中間 但是呢 這次原來是不是的 如果我們寫中間的話 那個答案似乎是不是 X小個等於7 但是X會大過8 是啊 但是你看一看這句句子 合理嗎 沒有 X有沒有可能 大過8 但是又小個等於7 是啊 沒有可能的嘛 這個是不可能的 那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好了 我們試一下畫畫圖先 但你明白為什麼是不合理的 明白啊 OK 我們試一下畫畫圖先 所以那個圖裡面應該是有7有8的 好了 那我們說 第一個 它會是小過8 你想像到那個圖應該是怎樣了 沒有 想像到 好 衰些說 不過它是真的 不是衰些說 那個圖 咦 這次原來向左走向右走的 那兩個範圍 各佔一邊的 那所以什麼 那所以如果你說 我們用不同的顏色 去游他們的各指的範圍 今次 聽不到 都聯繫不到 沒錯 根本就沒有重疊的地方 那所以有沒有答案 沒有重疊的地方 沒有重疊的地方 那就是沒有答案 那所以這條數 最尾其實是 no solution OK 那又掌知識了 原來會 明明本身有題目 我也都好像找到答案 但是到頭來 原來是no solution 因為我們找不到 一些這樣的x 是同時滿足 那兩條願意quality 因為要是and 是同時要滿足 那兩條願意quality 知道嗎 對 好了 我告訴你 其實and 其實我們已經講完 這個section 了 這個section是什麼呢 compound linear inequalities in one unknown 而它是connected by and 所以我們做的是 basic question 那下面還有一些further 其實further 只不過深淺程度而已 但內容就是這麼多的了 那稍後我們可能看一些文字題 而原來and的inequality 正常答案只有三類 第一類就是between 就好像第二題 這個我們叫between 那你知道為什麼叫between 就是夾住的 好了 而第二類就好像第四題 第四題是怎樣 第四題就是 他們本身是兩條來的 因為你應該有兩個答案 但是他們的筆頭話是一樣 所以兩條可以reduce 變成為一條的 這條就是x小過-4 其實要哪一條 取決於我們就是要小一點的範圍 我們要小一點的範圍 我們要比較小的範圍 x小的等於-4 和x小過-1 小一點的範圍 我說的不是數值小一點 是所佔範圍小一點 可以嗎 可以 而第三種 就是剛才我們做的那種 是第十五題 就是明明我做到一些東西出來的 但是最終答案竟然是 low solution ok 這三種就是and的inequality 它的可能的答案 只有這三種而已 20先 不好了 先做19先 ok 做19先 當然 其實它已經很清楚是第一條是怎樣 第二條是怎樣 是吧 因為中間已經有個and在這裡 記不記得這些有份數相關的 是怎樣做的 耶 要那三個 好 是的 是的 你試試做 解釋給我看 整個去 等等 等一下 我的鏡頭黑了 sorry 因為我freeze了 因為我都在寫東西 OK 你想在鏡頭上寫嗎 原先 不是 因為我想看看顏色是什麼 OK 那數很難 那數不漂亮 是分數 左右兩邊 厲害 那我寫分數 你當然是寫分數 2 X小個等於17 over3 和X大個等於18 over5 你不是看我的答案的 不是 我在這裡 你真的有自己做的 是吧 好啦 那其實我們寫個答案的時間 當然是寫分數 但是我們都要知道 其實他們數值大概是多少 17 over3 是5點多的 18 over5 是3點多的 OK 好了 那之後呢 其實題目就要我們 represent graphically represent graphically 那其實你要小心 如果題目要求我們 如果我們把答案畫出來的話 其實我們和我們剛才畫圖 有一點點不同 那怎樣不同呢 我試試現在再畫給你看 其實我們剛剛畫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類似用圖 來幫我們做一些化簡解答 是的 意思我們是把那兩個數 就是18 over5 和17 over3 那當然是按他們的本身大小 就畫在一個數線正確位置 然後就各自畫一個範圍出來 而這次呢 應該是between 這次應該是between 就是不是no solution 因為你看到那兩個unit quality 那個方向是不同的 那個unit quality side 那所以要不就是between 要不就是no solution 是不是 如果按回剛才我們的經驗 告訴我們 那這次似乎是between 如果剛才我們畫 就是做過的 我們的圖是不是會這樣 是的 我們的圖是這樣的 好了 原來呢 如果是他叫我們 represent solutions graphically 我們的圖不可以是這樣的 即是怎樣呢 我們的圖不應該有 粉紅色和綠色的那個地方 我們正常只可以 是由我們要的那個地方 明白嗎 分別在哪裏 明白 我們不可以由多了 OK 你明白嗎 如果你的圖裏面 是有show 綠色和粉紅色的那裏 那裏呢 其實你就是未法選完 那個答案 那個答案 不應該是這樣的 是的 那個答案應該是這樣的 那個答案應該只是 就是由了我們答案的那個範圍 OK 好 我們寫的答案 要寫回between 那就是x呢 就大個等於18超為5 而小個等於17超為3 這個才是最終答案 我們做多一題 做22 那22呢 一開始我們就要把它拆回 成為兩條 compilment inequality 那麼一二這樣寫 之後就and and是and 二和三 所以就拆成為這兩條 應該知道怎麼拆 是啊 好了 而言之 也都是 我不做了 你試試做 要靠叉相成 其實我們不會講靠叉相成 我們會講是 佩戴 噢 我們會講佩戴 其實你想不想我教你按機的方法 OK啊 你先做 你先做吧 我先教你 你懶懶的 你說 這條數 有一個是少數 是啊是啊是啊 起碼第一條是 第二條不是嗎 我不知道啊 其實我沒做 因為我打算一次過隔你怎麼按機的 第二條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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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條都是 兩條都是 X小過13over5 X小過等於16over5 欸 16over5 不知道是不是對 好了 OK 我不如教你怎麼按機 這個方法呢 是要用compact mode的 OK 我教你怎麼按機 而這個方法呢 不僅可以在solving inequality那裡用 當然solving equation 他當然都可以用 那當然是linear 要是linear equation 要是linear inequality 那又怎樣呢 就轉compact mode 那你懂得轉 是不是 轉啊 OK 第一個是轉compact mode 然後呢 好彩啊 就是你按機都按得還好的 我們也是 我們把顏色左減右 是啊 左減右 那你進去吧 問題就是x進什麼 i 好 因為我們以前都教過類似的東西 是嗎 OK 這次沒錯 我們把x進i 所以左減右應該就是這樣的 你試著進去看看 按出來的答案是多少 -13over6 你記住了 -13over6應該是個real part 那個imaginary part 5over6i OK 那你按出來 對不起我用黑色筆 你按出來它就會是 -13over6 就加5over6i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啊 好了 那我告訴你 按完即是怎樣幫我們做到這個數 好了 其實相等於 是不是就是我把這裡雙減 是啊 左減右 那得出來是黑色的答案 所以相等於就是-13over6 加5xover6小於0 OK 怕不怕 怕不怕 因為我們紅色筆進去之後 它出來的答案相等於幫我們化鹼 好了 又或者如果你用熟了的話 其實我很明顯 我這個-13over6 是應該放去不等好的右手邊 那就是負辨證 可以嗎 可以 所以x小於13over5 OK 和你剛剛計出來答案似乎一樣 那再按多 你按另外一條 over 3 再按 i 加 4 over 4 -2 不啊 我懷疑你 山樓括號 -4 over 3 -4 over 3 5 over 12 i 不可以說了,加 5 over 12 所以相等於 左減又化減完 應該就是-4 over 3 加5x over 12 就小個等於0 同樣 我們明知應該把 -4 over 3 就放到另外那邊 所以就變成一個正的4 over 3 所以那個x 小個等於 就是你只要按機 你只要按4 over 3 除回5 over 10 那就會16 over 5 跟到嗎? 跟到啊 跟你的答案是不是一樣? 是啊 明明這個按機方法怎麼操作? 明 如果明的話呢 那你以後做這些linear equation linear inequality 那你就多這個方法了 16 ok ok 而這兩個答案呢 就當然是用and connect 在一起 而他們的不等好的方向是一樣的 那所以就是什麼? 所以應該是reduce into one inequality 好了 那所以你慢慢 慢慢看一看 應該是要前面那條 還是後面那條 嗯 慢慢看 前面那條 是 是 你是都很sure 還是其實都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如果你不是很sure 其實是畫圖 最好畫圖 因為畫圖浪費了一點時間 但是就會很穩陣 ok 那還有 那時候 他畫圖都是看回 就是 但是畫圖 如果畫圖畫這兩條顏色 都會看回 從點那個位置 才會再選哪一條顏色的嘛 是啊 是啊 但是你記住了 因為他題目有叫我們reduce into graphically 我們就應該只是這樣畫的 我們就不 因為我們只是畫個答案出來的 所以我們的答案裡面 是不應該有那個16 over 5 ok 明白嗎 明白 要不然他真的是扣分 他只是叫你represent答案 那你的答案 我們的答案 是跟16 over 5是無關的 ok 但是呢 其實16 over 5是這裡的嘛 是啊 ok 所以如果我們是想畫圖 令自己清楚一點的話 其實你會發覺 16 over 5相關的那個 應該是這個region 是啊 剛剛就說過 因為兩個方向 兩個不等好方向是一樣 所以應該是兩條reduce into一條 那我剛剛就說了 其實拿哪一條啊 你就是拿範圍比較小的那一條 所以就應該是13 over 5那條 那一條發圍比較小的 哦 看到嗎 看到 看到 16 over 5那條是多了一塊仔 多了這一塊仔 看到嗎 看到 就是16 over 5那一條 不只是多這一塊 它還include這一塊的 所以是不是大一點 我們要小一點那一塊就已經ok的了 這個意思 可以嗎 可以 紅色那裡我塗了 因為其實我怕你到時撈亂了 會寫完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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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跟到 可以跟到 你要知道呢 是真的會這樣出 公開市 是公開市 真的會這樣出 Graphical Graphical就很少 不過是真的會這樣出 比較 類似是出23的那些 蛤 是啊 是出過好幾年的 就是A part 就是A part 就叫你solve 一個compound inequality 而B part就說 譬如 它23B 如果N是 positive integers 就find the possible values of N 我們就做這一條 ok 我們就做這一條 但是 剛才我教你按計算機的方法 23應該不用用到的 ok 除非你只是按沒有信心 ok 其實你應該這樣做就做到 就是剛剛我講按機的方法 可能只是給你做一些 比較複雜一點的 linear equation or inequality 用的 好 你試一下解第一條給我看 先 嗯 嗯 等 N小個負 8 錯 欸 大個 大個 大個負8 大個 知道嗎 對 好 小心 另外那條 N小個5 N小個5 沒錯 ok 那也是 因為這次 那兩個不等好方向是不同的 那所以應該是between 或者是low solution 那怎麼定呢 那很簡單的 我們試一下 寫一寫 你當然可以畫圖 但是這一次的題目 本身沒有叫我們represent them graphically 所以我們可能連圖都懶得畫 那所以我們可能就博一博 嘗試這樣寫出來 看一下這句句子是否make sense 那個N 有沒有可能是大過負8 小過5 沒有 有沒有可能 這句說話是否make sense的 沒有 這句說話make sense的 他大過一個小一點的數 小過一個大一點的數 那不是很正常的 對啊 那所以這個就是答案了 喂 你明明什麼是make sense 這個是make sense的 那什麼叫做make sense呢 剛才我們就做過這一條 這條就是make sense 這個是impossible的 分不分得 分得 分得 所以你寫出來 是make sense的 那這個就是答案了 你寫出來是make sense的 你查了它就寫no solution 知道嗎 知道 好 If n is a positive integer 找到possible values of n 那個n是一個正整數 麻煩你寫所有n的可能性答案出來 n的可能性答案 是啊 possible 那個n是大 說一次 1 2 3 4 沒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ok 對 對 記住 你小心包不包那個5 你要小心包不包那個5 ok 他似乎是不包 他沒有等 對 他是不包那個5 就是這樣而已 ok ok 就是這樣了 好 我們還有30分鐘 文字體講不講好呢 文字體 就是24、25、26那些 嘩 出不出的公開試 文心公開試是會出的 公開試是有出過的 真的 是有出過的 那不如我們先做一題先好嗎 好嗎 因為其實我都想跟你講餓的 就是今天 還有跟你講 先講 就是啊 你高中的 inequality 講完and 講完餓 還有沒有話說呢 是有的 原來你們是有 quartetic inequality 啊 ok quartetic inequality 那裏我們有些東西是要記的 還有那裏都出的 就是那裏都是重要的 ok 但是 需要太大壓力的 都要背少少口訣 背少少東西 ok 好 我們 等等 做26 兩題目 26 嗯 你不像以前出N那些 其實都是那些來的 阿John有40粒波子 其中 X粒就是紅色 其餘的就是黃色 我都覺得 是 黃色波子 起碼 比紅色波子 起碼 at least five more than that 就起碼多六粒 嗯 而他就知道 Yellow的就是 Less than twice of that 好煩 那就是怎樣 X X X 40-X 是黃 是啦 因為他就講得明白 X是紅色 而綠色就是Yellow 所以綠色就是40-X ok 然後他還有那兩句說話 我們應該怎麼寫呢 嗯 他這一句 The number of yellow 嗯 It's less than twice of that 好了 一句說吧 不如我們先講這一句 講這一句 他是講兩個數量比較 他講是Yellow多還是紅多 嗯 Yellow多 好了 所以首先 我們是否應該將這兩個 寫在不等號的兩邊 嗯 你說似乎他講Yellow多 好了 所以不等號應該是這樣的 那有個五的 既然這個五應該寫在哪一邊 嗯 右邊 沒有 右邊 右邊 是嗎 嗯 好了 而最後的問題就是 那個不等號有沒有等於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中三已經有教這件事 中三已經有教 不等號怎麼看有沒有等於 看看中三 中三 你講到中三好像有學過Nicordy 嗯 但我記得 這個是有等於的 ok 提回來 我們說at least at most 然後什麼 less than or not less than 總之他講得比較古怪的方法 就有等於的 not less than not greater than 這些全部是有等好的 at least 就是這樣 at most 就是這樣 not less than not greater than 就是這樣 ok 即是你記著 逢時有at 有not 就是有等於 對嗎 OK 好 那這是第一句 當然這一句 我們已經要做化簡 但是不要緊 因為我們想寫第二題先 OK 第二題是怎麼寫 第二題 他還有另一句 ombound b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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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的 他说 这个当然是n 他说是黄色的 给你这个 是less than twice that of red 那就是2x 2x 那less than 那方向就是这样 那这次有没有等候 less than less than 也有 less than 没有 小时候而已,没有等候 是 他说less than 他也没有黑色笔写的那四种 任何一种 是 好烦 是 OK 好啦,那其实 A1部分呢 其实答案就是40-mix 是 而这个已经是B部分 他叫它写下 然后我们计算一下 sorry,这个A2 似乎B部分就可以计算了 你试一下计算给我看 B部分 就是上面那两边 就是那两边 上面那两边 算了 左边 不是 X X小个等于35 over 2 正确的另一边 X小个等于35 over 2 正确的另一边 正确的另一边 X大个40 over 3 OK 那,同样了 那这两个不等候呢 方向就不同的 那所以 一是就Between 一是就No solution 那同样 我们试一下 直接把这两个 就是这样 写在一起 那应该是这样 是啊 好了 那看一下 是不是make sense 那怎么看呢 比如你 35 over 2 其实是 17.5 而你40 over 3 其实是16.6 这样的嘛 是啊 不是,傻的 哇,差不远 你系得几个人 13.3 好了 所以是make sense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这个 可以不可以 OK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可以 但是未完 因为其实它部分B 它的问句 是问 就是 红色波子的数量 最大和最小的数值 OK 就是我们不应该在这里提 我们还应该答个 maximum number 和个minimum number 而它有red 那那个red 那就是x 答不答到 个maximum number 是多少 maximum number 是啊 是 是不是够回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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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知道 x的范围是上面 描述了那个范围 x的范围 但是它是 你这里说几个波子 你想清楚 是啊 18 18 对 不是啊 maximum 是minimum 其实max 都不会 它是小过等于17.5 17 17 对 18不是我们的范围 它又不是round off 在这里 小心 好了 那minimum number 13 不是 14 14 14 OK 我试一下画图给你看 还未知为什么 没有的 OK 就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说画图 其实我们那个范围 本身应该就是 40 over 3 和35 over 2 那范围就是这么肉酸的 没办法 就是它给我们这些条件 令我们计算到这么肉酸的答案出来 我们都没办法 所以这个范围呢 这里是空心 而这里是13 所以这个范围似乎就是这里 但是你不要忘记 x是波子的数量 一定是正整 一定是整数 好 而其实呢 这里是13 这里是14 对不对 对 这里是17 而外面是18 所以我们的minimum number 其实应该是14 maximum number 应该是17 因为13和18 根本上就不是在我们的范围里边 行不行 行 行 所以说到尾 如果你真的不太肯定 其实画图最稳定 那其实我们字面上 an和or的意思 当然你是会清楚 是吧 好了 我们跟刚才一开始 我们讲an的时间一样 我们试一试 画一下这些图 看看怎么样 OK 我们譬如说 第一题 如果是an的话 我们第一题 那两个不等好 是不是那个方向不同 是啊 如果是an的话 我们就说 一是呢 就between 一是就是no solution 是吧 是啊 是啊 不要住 不要住 是啊 因为它是不等好不同 那所以就 要不就 如果an的话 要不就between 要不就no solution 看看现在会怎么样 而且我可以画定给你听 如果你是or的话 是不会no solution 如果你的conjunction是or的话 是不会no solution OK 这个你要知道 那当然 一个是空心 四一个是实心 这个没问题 好了 而今次是or的 记住 到时候大家很小心 如果or的话 那些范围 我们只需要用一只笔 油就ok 用一种颜色的笔 或者用一种的pattern去油 就已经ok 而有油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答案 OK 行不行 行不行 有油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答案 所以一的答案 就已经是这个 一的答案 就已经是这个 OK 好了 移完之后 我想画第三 我想画第三 那我刚才已经告诉你 就是什么 就是原来or的话 一般是不会no solution 但是呢 or 它也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好了 那第三题 我们似乎就会记住 那个负二和零 好了 而这两个 不等好 是不是方向一样 是啊 所以如果是 刚才n的话 我们就说 它应该reduce into 一条 是不是 如果n的话 而刚才 我们刚刚说了几次 就是说 如果n的话 它应该是两条 变一条 就是拿哪一条 拿范围比较小的那一条 那现在or呢 原来是一样 只不过是什么呢 刚才我说过了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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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用相同颜色 or 相同 pattern 去由 总之有由的地方 我们就要 所以今次n和or 是类似的 都是两条 reduce 变成为一条 但是今次or 是拿大些范围的改革 所以原来第三题 可以变成为x 小过等于0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 有有就ok了 好了 而不知为什么呢 1 2 3 4 就出少了一题 那我就写给你看 我想画这条给你看 如果n的话 刚才我们见过 有些low solution 对不对 是啊 那刚刚就说了 如果饿 饿就不会的 但是饿也 都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就是怎么样 我们画一画 Hello 是 Hello 你好 你再说话 试下 我的喇叭好像有些问题 刚刚 ok 你试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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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我听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脑在更新的东西 搞到 它的喇叭又时开时关 ok 听到我说话 ok 好 好 好 现在第三个 似乎我就会记住 负1和3 对不对 是啊 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哦 负1 3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啊 哇 真 你看到特别之处没有 差了 好了 那也是 这个就是x大过负1的那个范围 这个就是x小过3的那个范围 我们说我 我们说我 所以呢 有有地方就要 那所以你发觉是怎样 就是 整条范围才游 整条范围才游 那所以这一条的答案其实是什么 是all view values 蛤 是啊 就是你要我找个数出来 是 要是他小过3 要是他大过负1 那我们就说 咦 其实想想想好像任何数都可以 和 哦 这样的意思 我们发觉两条 inequalities 画了之后 然后游 在各自的范围 发觉整条范围是游了 那你饿了嘛 有游就要嘛 那所以整条范围都游了 所以任何的数都是我们的答案 OK 这个就是饿的特别的地方 特别的情况 OK 就是怎么样呢 如果饿的话有机会 OK 是all view values 而对应and的呢 它有机会是no solution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and 刚才我们见过 有些情况是between的嘛 而all 是不会有的 如果你似乎是between的 其实它就是all view values 就是刚才我们画的那条 就是这条 可以不可以 可以 记住了 and和all 其实在做的过程里面 是完全没有分别 是完全没有分别 是去到你计完的答案 你要画图了 你要决定答案应该是哪里了 那里and和all 才有分别 OK OK 我们做第18题 但是呢 因为18和20 我们都会做 这两个都和分数有关 所以可能我们按机 好吗 是啊 OK 那我写了 那你试一下按机 把第一条 这样按 成果去 不用 按机 直接按 怎么按啊 怎么按啊 我没转发 3over2 和17over2 好啦 那我照寫先 sorry 是-13over2 17over2 那你似乎按错机 3over2和7over2i 那不错机 第18题 是啊 你按错机 -13over2 3over2i 对对对对 刚才你是说这个吗 是不是 是啊 如果照抄应该是这样 是啊 但是同样 我们会知道 -13over2 应该就放在右边 就变成为正的 13over2 好啦 那之后一个x呢 就即是小个等于 13over3 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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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2 好啦 按完第二题 第二题 第二题 2i 加5 最夹 -16over3 和1 好啦 -16over3 和1i 是吧 是 不过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 真的这么巧 条条都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那么好的 我稍后特地玩一条 跟这里有点不同 因为每次的view 那些附近的部分 都是正的 我们做这么多条条 都是正的 同样 我们会知道 我们应该把 -16over3 就放回去另外那边 就变成为正的16over3 OK 还有其实我写错了 不应该写x 不应该写i 这个应该是x 那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行不行 行 好啦 啦 今次 这两个不等好 是不是方向不同 是啊 而今次是我 那所以他什么情况呢 他一是 就向左走 向右走 一是呢 就all real values OK 如果你不确定 又或者 其实他最后都叫我们 represent graphically 我们就画图了 就是究竟是向左走 向右走 还是all real values 那我们是不是要比较一下 其实那两个数 哪个大哪个小 其实13over3 就小一点的 就比16over3 就小的 那所以呢 似乎答案呢 应该今次是向左走 向右走的 就各行各路的意思 知道吗 知道 那这个是 记住了 这个是or 那这里有实心 这个是空心 这个是or 那所以呢 向左走 向右走 没有问题的 如果这个是and 就是no solution 行不行 而or 这个已经是答案 就可以了 OK OK 完全没有问题 好了 那究竟 第二十题做不做呢 大家等一下 如果20题 我先按机 我先按机 如果我按机出来 它仍然都是 如果是正的 那是正的 做不做呢 那都是正的 那没有办法 算了 不做了 全部都是正的 就是你要小心 算了 我随便作给你看 就是我意思是 我不是按机的 对 譬如我按完机 我不作一条数 我就是当 按完出来的答案 譬如你按完出来的答案 是5-3i 这样算 我当原先的数 就是什么 是大 大过的 OK 我不作太多了 我这样作大过了 原先那个不得可以大过的 所以我们按完机 是这样的意思 是否就是5-3x 大过0 是啊 这里你要小心 因为这个 原先的部分 是一个 所以你下一步 你自己再做的时间 我们应该是3x 小过5 意思是不得可以 不得可以调转了的 OK 这个你要小心 你要留意 就不要以为 我们刚刚做那么多 那些原先的部分 按出来都是正数 那就好像很容易做 我要说这个案子给你听 要你留意的地方 如果原先的部分 是负数的话 不得好 不得可以调转了的 应该 OK 怕不怕 怕不怕 怕到 怕了 好 咦 原来剩下5分钟了 那今天无谓讲了 contracted inequality 那我们不如就这样做22 其实22 现在做不到 不要紧了 哇 有个长方形 那我们不如画图了 他就说他的link and width 2x-1 cm 和x cm David Clamstead length is shorter than is with 5 and is 2 那Mary Clamstead parimeter greater than 18 嗯 蛤? 那么烦呢? It is given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m is correct 蛤? It is given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m is correct 至少他们两个有一个是对的 意思 OK 那不用你去住的 不用你去 好 他的意思 他说得很溜腾 是啊 是啊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蛤 哦 OK 就是两句里面 起码有一句是对的 就是David 对 Mary Clamstead 或者David Mary Clamstead 或者两个都对 那就是蛤 就不是end 明白了 哦 如果ball of them are correct 那应该就是end 的了 OK 好了 那所以我们先写David那句 David就说 那个length 就和riff去做比较 那他就说 那个length呢 是比较长 at least by 2cm 那所以就在小的那边加个字 要留心的地方是 at least 所以有没有等于 欸 欸 at least at least 有 有 记住 说得很溜腾的就有嘛 at least at least not less than not greater than 是啊 斩钉截铁 less than 就没有了 greater than 就没有了 OK 就是说得很清脆俐落的 就没有等于的 说到拖尼大帅 at least at least not greater than not more than 就是諸如此类 那就有等于的 好 那这个第一条 那Mary那一条呢 她就说parameter parameter呢 就应该是那两个商家 就是那两个商家 就成了2 就是这样 是啊 这个parameter 就greater than 十八 greater than 说得那么斩钉截铁 那所以就没有等于 可以吗 可以 at least one of them is correct 那刚刚说过 即是or 的意思 OK 可以 可以 所以A part 似乎就是这样 A part 叫我们write down the inequality 是 所以就这么写 B part 才叫我们 solve 那第一条 就是x 大的等于3 另外那一条呢 就是x 就大过 10 over 3 是的 可以吗 been 小心 這裡是還有得化鹹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明顯它不等好是一樣 而你是餓 所以應該兩條變一條 還要是用範圍比較大的那個 這個是3.33334 所以我們應該是用前面那條還是後面那條 前面 沒錯 所以就可以削成大過等於3 這個就是B1 很必義了 X最小的整數答案是多少 最浪費的 整數答案 對 挺簡單 就是這樣簡單